我的湯可以說很多話,但這個團友一定會喝過 我記得是今天,還是昨天 喝完這個湯之後,再點別的東西來吃 下一張照片,請你吃 青口 青口我們吃得很多 香港、法國、意大利人新鮮拿回來 就這樣生吃青口,我們也吃過 蠔就生吃過 青口生吃,我們有機會搞意大利腳跟團 我們不是定了嗎? 不要告訴別人 生吃青口 你看見人穿潛水衣 我們坐在海灘邊 那個地址是沒有地址 我們聰明就聰明,你找不到 沒有地址 那裡是第13號公路第6,好像青山11米半 你要去到那裡才行 在海灘邊,有一間餐廳 那裡吃海鮮 你坐在岸邊 你在那裡,你就會見到一個穿潛水衣的人 游出去海外,潛進去 收到那些青口 然後一包一包,藍藍地拿回 然後拿進廚房 人家一扭一扭一扭 排在那裡 上桌後,再加少許醬汁 正吃,就這樣清了 鮮味更好 就是吃新鮮生的青口 這個就是熟悉的西班牙 我吃過很多青口,也相信香港很多朋友 對青口也不是陌生,陌生是什麼呢? 做法和種,我相信青口有不同的品種 這個青口我吃下去,我沒有吃過那種味道 那種味道對你的認知的青口不同的 因為你們看到這幅圖的青口是大西洋 你們在意大利吃的是地中海 在希臘吃的是愛琴海 要說一件事,為什麼西班牙北部 全世界的美食都集中向那裏 所有美食都在西班牙北部,為什麼呢? 因為地理關係有關,因為食材 那裏的食材最好,為什麼呢? 因為海鮮在越冷越深的地方 那些海鮮是越肥美的 而大西洋那裏的水是夠冷的 所以那裏的海鮮為什麼不好吃? 我吃每一頓海鮮都說 其實這些我吃過很多,歐洲有什麼都沒吃過 但味道是不同的 我後來再試過很多次,反覆覆覆試過之後 我才試到,除了烹調方法不同之外 食材本身同一條魚,同一條蝦,同一條青口 味道就是不同的 哇,這個好吃到 你看到多新鮮 你看到如果已經弱了青口 它是不開了 它是一團青口肉搭在蓋上 新鮮青口 你看到它會有一種肉是弧形的 收縮了 一團的,和一塊塊的是不同的 死了不懂得動 這叫誰死掙扎過的青口 是真的 你們試試吃自助餐 那些冷的青口 是否全部攤平在那裡 因為奧迪良說得很對 它一受蒸氣熱 它就掙扎,就動 它一動,就跟著死了 以為保持一團的狀態 這不是蒸氣,是用初榨橄欖油 sauté 即是淺爆過的 那種,你看到蕭太 蕭太這個印象 我不是很深刻 但她說過一句話 到現在我都很深刻 西班牙的海鮮 人家煮得緊緊熟 是要煮的 是要有一個攀調的過程 我和奧迪良說過 我說在歐洲 食材最漂亮的是意大利 但是攀調的技巧 法國不要說 法國Fly Dining 連汁都… 我不喜歡 太造作了 西班牙,無出其有 我去過這麼多團 為何我經常說 這一團將會是 戴團生涯裏面最開心 最過癮的團 因為吃東西真的很好吃 住的地方也好 下一張照片 阿成有一個關注 很濕 你覺得鮑魚 真的很濕 真的很濕 等一下 我要問問龍友 他竟然跟茶王說 玩景深 這個 先喝的很好喝 再有一個前菜 這個前菜 它不多 有二十隻 剛才我學了你 一碟有多少隻 它大概有二十隻 有二十隻 它又不是很大份量 因為青口的殼大 肉是一粒 但那種鮮甜味 加上初榨橄欖油 加上少許香草 加上少許蒜頭 那種味道混合在一起 入口的時候 那種味道在口腔爆發的程度 一事難忘 我知道 一事難忘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 因為青口從小吃到大 幾天哪裏沒吃過 意大利吃過 法國吃過 香港吃過 日本吃過 原來有些青口 味道原來是這樣的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認知 很過癮 吃完這個之後 就開始選擇主菜 主菜叫做出來選擇 出去選擇 出去選擇這麼誇張 因為這裏是在碼頭 有很多魚已經準備在那裏 看你喜歡哪些魚 阿成後面有兩張是在廚房裡 正在燒魚 爐是這樣的 下面放在那裏 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是 因為他們的燒魚一定是用碳或木來燒 是不同的 因為你燒出來 有些碳的煙燻味 木的味道 特別好吃 這些放進焗爐烤 反而不好吃 而且碳的溫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那種溫度 把食物鎖在表面 鎖在肉裏面 這個就很過人 裡面有很多魚 比如這是安康魚 我沒有點的 這是安康魚 下一張照片 阿成 也是這個燒烤 對 你說安康魚 對 大頭嘴 對 很肉酸 安康魚 最好吃的是吃哪裏 乾 對 這兩條細條 我沒有點這個 因為我想試試其他 我點了什麼 我點了多捕魚 多捕魚 這個也是在歐洲 在香港很流行 但是養 我當然知道 但是在歐洲不會養 我整個海裡這麼多魚 全部都是新鮮 全部都是野 我為什麼要養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浪費我米飯 所以這是海的多捕魚 阿成 回到我那張魚 我點那張 是 嘩 嘩 我真的在吞口水 很大條 對 我看了一個檸檬來做一個比例 全部都是這麼大條 我想買一條小一點沒有 但是你放心 我吃光 多捕魚的味道很鮮 而且肉和骨的比例 也有分不上下 不是只有骨 我看過的資料 一公斤的多捕魚 大約有430克的肉 即是一條魚 有一半的肉 你吃得到 很厲害 算是這樣的 怎樣 先燒烤完 然後在廚房煮 用橄欖油 煮蒜片 再淋上去 嘩 我又喜歡吃蒜頭 加上橄欖油 有些人說 神經病 這麼多有益 對 有益 還有橄欖油 你不妨多下 因為 你在意大利 看意大利人吃沙拉 怎樣下橄欖油 你何時見過意大利的男人很肥 每個人都很帥 橄欖油 你是一種健康的油 不是豬油 不是其他不健康的油 你可以多吃無防 我家裡已經很多年來 我沒有用過其他油 全部用橄欖油 但是橄欖油 有一樣東西 你不要用來炸東西 一炸東西 第一 對身體沒有益 有智癌物質 有機會有智癌物質 那些人說 麻煩 我現在家裡有豬油 有花生油 有橄欖油 有橄欖油 橄欖油是很普遍的 煎一隻雞蛋也可以 炒菜也可以 煎一塊扒也可以 唯一就是炸雞翼 或者炸什麼 你要用其他油 要不然我家裡 全部用橄欖油 那條魚出來 他做一個很漂亮的表演 讓你看看 我這條魚燒得很漂亮 燒得很漂亮 看下去 他們真的有一手 你不相信我 你認識過你就知道 去到西班牙的人煮東西 最難得你這個不是養的 對 我一去到我已經知道 我去到 嘩 大部分都是養的 簡直是不同吃法 你吃下去的口 那些肉是實的 那種甜味和口感是不同的 所以這些我一定 為何我去了兩次 我吃完這條 我看到一條安康魚 應該這樣說 我不知道它是安康魚 不是吧 它是最異形的 是 它沒有拿出來 當我選魚 它沒有 剛剛還沒拿出來 因為我是第一個客人 1.40元 它還沒拿出來 我就先點了多寶魚 那兩張照片 是我吃完飯 臨走了 我才看到那條安康魚 我問你為什麼不告訴他 是安康魚 當然還沒拿出來 我第二次回去吃 就是吃安康魚 我怎會不吃安康魚 那些肉味和烹調手法 真的超高水準 下一張照片 是那些魚 他在隔壁那裡幫我起骨 這些魚 骨很簡單 是幾條大骨 骨很粗 它跟蒼魚一樣 都是煮骨 而且容易整排出來 沒錯 有些人說 我怕骨 就是選這種魚 這條魚的好處是 我所有人都知道 我很怕吃魚 因為我不會出骨 所以我一定要找骨 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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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找骨 因為那次他來 他教我吃很多東西 這個好吃 這個不好吃 現在 或者遲些什麼才好吃 他就介紹我吃這個 這個魚我真的吃不完 這個魚 當然吃不完 因為我喝了兩碗魚湯 再吃到一個青烤 青烤不是很多東西 青烤只是幾粒肉 但你叫我不喝 我又不捨得 他記不記得喝魚湯 我們土耳其 常常去碼頭旁邊喝魚湯 因為外國人吃飯不像我們中國人一樣 一邊吃飯 但湯很稠 用很多種魚一起熬 我一定是喝完一道菜 吃完鮮第道菜 我再吃下一道菜 當我喝完兩碗大湯 再吃完一個青烤 雖然是二十粒 再加上半條這些魚 我已經差不多 我受不了 阿成還拍了下一張照片 是在我吃的魚 就是這樣 這些真的是緊緊熟 我告訴你 你多放進口裡 你就知道是緊緊熟 很多地方你要提醒他 我不要弄得這麼熟 你弄得熟 我真的不肯過你 外國人是這樣 因為grill 熟到阿爸都不行 我去過這麼多地方 你在希臘、巴爾幹半島 懂得說希臘 希臘、巴爾幹半島 德國、奧地利 你都要提醒他 一定要提醒 因為你不提醒 他弄得很熟 你埋怨他 人家當地人的方法就是這樣 但你去到西班牙時 人們已經知道是緊緊熟 即是他們做得很熟 他未必拍照 拍不出緊緊熟的程度 你入口時那種生熟度 他的掌握 邊位、薄位 不能說 你很容易熟 但你找中間厚肉 他真的掌握到火候 真的剛剛好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